2019年12月31号晚 2020北京新年倒计时活动 即第四届北京冰雪文化旅游节在北京举行 数千名民众欢聚在北京首钢老工业园区 共同迎接2020新年的到来 当晚首钢园的璀璨灯火点亮节日盛装 火红雄镜的高炉桶仓与晶莹剔透的滑雪大跳材 幻彩绚丽的新首钢大桥交相辉映 人们挥动手中的荧光棒 作弊2019 挺坎坷的 但是我减肥成功了 2019最大变化就是来到了北京 然后开启了新的生活 会有一些遗憾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的快乐 参加了高考 然后终于上大学了成年了 过去的一年是收获奋斗的一年 对于2019年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不舍 因为踏出了校园的大门 迈入了工作的生活 就2019考上了博 然后是我觉得最幸运的事情 可能就用光了我所有的运气 觉得2019真的是非常有意义 晚上11时40分 伴随宣天锣鼓 新年倒计时文演出开始 虽然室外气温有零下十几度 却难抵观众的热情 11时59分 大屏幕上倒计时数字开始闪烁 人们拥抱 欢呼 迎接2020年的新年终生 我希望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 希望能尽早毕业吧 然后回北京 然后看2022年的奥运 血压吃不胖 我希望我雅思能上巴 对于2020年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工作顺利 就一直非常快乐地下去 工作更加顺利 对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 我们会期待它的到来 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 就是能好好学习 多发文章 找到男朋友 据悉 当晚是北京举办的第九次新年倒计时活动 此前已相继在天坛 颐和园 巴达岭长城 20匹克清点广场 古库太庙 20匹克森林公园和永定门成功举办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2022年見 德在 entfer城 以上只有某 hadn立 % 颈 breach的 自焦地记车